再来的话,206等级判断 那其实当然,以前的做法你可能就是什么 就是在以色尔里面做也是一样 以色尔里有哪个分数 它是80分以上到100分A 然后呢 B的话是70到79 C的话是60到69 不及格,一般是D啦 不过它这边是给F啦 反正这个规则 我们就按照 它给的这个 条件来做 OK,那当然呢 为什么要学Python 主要就是你可能要慢慢习惯脱离 那个像Excel 这样,Excel的话 它相对方便啊 不过它,我刚刚一直强调 它是用滑鼠键盘做的 那如果资料量少OK,没有问题 但资料量多的时候就是一个问题 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可以快速的把 比如说输入这个79分的话 得到B OK,所以你会发现哦 将来你在思考程式的时候 第一个啊,输入几个 像刚刚输入三个 所以你就要三个input 有没有 那现在的话一个 那意思是只要一个input就可以了 OK,然后呢 输出的话,刚刚一个输出 一个printer就好了 那现在的话是 一个输出 所以一个printer 所以基本上程式架构一定是一个input 那input你要思考说input的时候的形态 预设值一定是文字啦 所以哦,如果假设我们输入的是79 一定要转型 用evo OK 所以也许前面多一个变数 然后去接这一个输入的值 那中间的话就逻辑判断 如果 OK 所以哦,其实 就我们刚刚写了 甚至逻辑上都差不多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程式部分的话 其实也不算复杂 首先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的话 也许我就开一个新的module 然后呢 把程式输入上去 第一个的话呢 我们用evo 然后输入的话 放在a里面 那条件的话 如果 所以底下的话这么多 那我们基本上 当然第一个啦 我们可以先evo evo什么呢 evo这个a 假如是 这个a的值 如果是什么 80分到100分之前 所以它基本上是什么 你可以用直觉的 a如果什么 大于 它有没有等于啊 大于等于 大于啊 应该有等于 大于等于80 所以大于 记得要加个等于 如果没有个等于的话 它就80分就不算a了 OK 所以大于等于80 空一个and a怎么样呢 小于100 没有 应该小于也要等于100 因为有可能100分啊 对啊 OK 然后冒号 enter的话呢 就printer 所以这边的话 你打一个printer 跟他讲说 你这个结果的话 给你a啦 OK 那底下的话 当然很简单 剩下来的话 其实一样嘛 把它复制一下 复制之后的话呢 你再把它贴啦 所以底下的话呢 enter之后 然后back到前面去贴 然后把这边改一下 改一个el 然后再来的话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大于等于70 然后小于等于多少 小于等于79 对啊 70到79 当然如果你将来 如果不要等号的话 那变成大于了 大于这边变大于69 感觉好像怪怪的 OK 所以可能 结果会或许是一样 但是有时候你可能要 考虑到那个逻辑 是不是比较顺一点 而且要考虑要一致性 你不要 有的写那样 有的写这样 当然就不OK了 自己比较容易写错 然后再来 这边把它改成printer d 那再来的话 一样嘛 把这两行 再复制一下 然后复制完之后的话 再enter 然后back到前面去贴上 然后一样呢 再来就是c 所以这边的话呢 当然你可以再输60 然后这边的话 就69 那输入是c OK 当然呢 你后面的话呢 enter 一样可以再贴 那贴的话呢 你就是 应该其实就小 应该就 这个地方应该小 小于60 应该就 就是答案了 不用end 有没有 那就print了什么 print了f 小于60 f 当然了 其实另外一个写法 就是你刚才else也可以 因为 上面的都去掉了 有没有 上面的100分到80 79到70 69到60 都已经去掉了 所以剩下来的 所以另外一个写法 如果你不写这样的话 当然你可以写成什么 写成ls就好了 f 这样应该OK 试一下 当然 两个写法 只要符合它题目要的 其实基本上都是OK的 把它执行一下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把这个 这个应该把它 stop一下 因为它刚run了 我刚run了 我没有把它停掉 它会一直在执行 刚刚的程式 如果你按执行 结果它不理你的话 那你记得 这边要把它停掉 然后把它再执行一下 OK 然后在这边点一下 假设我输入的是79分 Enter 它应该是输入 B嘛 Enter 对没错 OK 如果你看到这样的结果 那表示是OK的 那如果假设输入一个50分的话 应该是f 也没错 OK 当然如果你 假设 刚刚的 不是写else else你写elf 然后a是小于60的话 其实结果也会一模一样 应该没什么差别吧 OK 好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这个206这一题 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主要是要让各位熟悉 这样的写法 有没有 等于是说 在逻辑判断的后面 除了有一个条件之外 如果你还有第二个条件的话 而且第二个条件要是 交集两个都要同时为处 才会为处的时候 那你就中间记得用一个end 那反思哦 未来如果说呢 其中一个条件为处就OK的话 那你就把它改成偶尔就可以了 所以end跟偶尔 主要是修改中间的 这一个叙述方式 OK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这个python 写久了之后 其实还蛮直觉的 那一般工作里面的话 或者我们一般在应用这些资料的时候 不外乎也就是说 会有大量的资料进来 那进来之后的话呢 你就不断的跑个回圈 然后让这个逻辑去判断 所以通常哦 写来写去我发现最多还是在回圈里面 处理逻辑的这些动作 那最后会有一个output 就是输出 输出 当然一般是输出一个资料 不过这个资料的话呢 通常哦 将来后面当然会输出到一个档案 或者输出到一个资料库 或者是输出到某一个变数里面去 当然会有这些的相关应用 那这个都延续了 OK 好 那请各位试试看 反正其实用来用去 你会发现程式或者是python 大概也不会脱离这些 所以如果你把这些基本功给训练好 你会发现 以后你在学习更进阶 更上一层的东西 你会比较有把握 也比较有自信一点 不然的话 我发现有些同学 那写来写去 那感觉就没有信心 然后呢 通常 刚开始可能用抄的比较多吧 那这边抄一点 那边抄一点 当然呢 也是一种阶段 因为你会发现很多工程是刚开始 也是 就是东抄一点 西抄一点 但久了之后 毕竟不是长隐之气 可能最好还是能够自己很熟练的把这程式给打出来 OK 所以如果假如呢 你做完了这一题之后的话 也许可以再试试看 那个 208 208的话是十进位换算 十进位换算什么意思呢 十进位 这应该是十进位转十六进位 那它规则这边有写了 就是说呢 如果今天输入那个0到9 那当然没什么变化 可是如果你今天呢 假如你输入的是什么 A B C 一直到F的话 那A的话变十一 跟这一样 A的话变十 A到 对 A就帮我转成0到9 然后A的话变成 A它就变成10到15吧 我印象中印象中印象一下 16进位 10到15 对 10到15的话呢 那就分别是A到F 所以哦 所以它这边有输入一个13 Enter的话它得到D 等于是把那个什么 把那个 10进位 便转换成16进位 OK 等于是0到F 0到F刚好0到9 然后10刚好的是A 11刚好B 然后F刚好是16 OK 所以我今天如果10进位 就输入一个13好了 那13算的话就是 A B C D 它就把D也输出了 OK 那可是问题程式该如何撰写? 这边的话当然你可以思考 诶 这个可以想想看没关系 当然答案绝对不是只有单一 只是说一般习惯 当然是想出来最简单的 程式不要太复杂 不要说写完之后 哇 程式好冗长哦 对 所以通常会 像我都会试写个好几种 然后最后挑一个最精简的 不然考试的时候打一堆程式机 当然不是很OK的 而且另外的话 也程式越短 那也就不容易写错 逻辑越简单 也比较不容易写错 所以要怎么样解决一个问题 又能够让程式简短 逻辑简单 不容易犯错 比较不会有bug 那当然就是比较 比较好的写法 不过这个可能就是 后面慢慢慢慢揣摩的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哦 再来如果206OK的话 再来就是208 OK 试一下208 实境未换算 多谢 多谢 多谢